有子女 自己从小过继到舅舅家 1994年 崔女士为了改善舅舅舅妈的住房条件 出全资给舅舅买了村里的宅基地 登记在舅舅名下 而且崔女士也给舅舅养老送终 但是没想到2017年 舅妈去世后不但给自己留了份遗嘱 还给自己的二姐留了份遗赠抚养协议 崔女士和二姐间的纠纷 也由此而生 这套房子是您出资买的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套房子 两个人拥有两份遗嘱出来了 昨天节目中 崔女士不但出事了遗嘱 还拿出了各种证明材料 证明房子是自己出钱买的 舅舅和舅妈生前也都认可了这一点 但是二姐如今却住进这套房子不走 这让崔女士不知所措 这个房子当您舅妈去世以后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就是我姐我二姐站着 那你有没有去找过她 你们这房子当时我出资的 你跟她说她没有 她就要法院的证明 然而通过崔女士的讲述和出事的材料 不但没有把事实讲清楚 反而让所有人产生了困惑 律师霍明亮对此也提出了诸多质疑 从2017年的3月份到2017年的10月份 你们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这么短暂的时间之内 我们签署了这么多份东西 到底为了什么 在那一刻 一定你们担心了什么 顾虑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莫明亮律师的质疑 更加深了所有人的疑虑 为了核实崔女士的说法 主持人提议现场连线二姐 希望通过二姐 能够获取更多 有利于问题解决的信息 喂 您好 崔女士 你好 不好意思 打扰到你 我是主持人孔曼 有几个问题想打扰您一下 二姐 这个房子当时 您的舅妈在去世之前 这个遗赠抚养协议 是她真实意思地表达 对吗 对 我都给你发了 你们没看吗 看到了 最后还是您在 散扬的义务 对吧 可以上医院签署 你可以上铁定的社保中心去问 都可以问 所有的一些信息 都是我签的字 都是我给的办的 那您妹妹当时在小的时候 的确是过继到 您舅舅和舅妈家了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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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么个手续 她所有的遗嘱都是假 你可以上厕里去问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房子当时的确是 您妹妹出过钱购买的对吗 没有证明 我说你看她那份协议 跟她有任何关系吗 那是94年 你能看出来那上面 跟她有关系 就这样 94年那份协议对吧 对 对 我看到了 我刚才也问了这个问题 只能证明是 您的舅舅买的 但是您舅舅在96年的时候 有一份证明 证明这个钱 是由您妹妹全资出的 她在上 都是假的 我告诉你吧 你去找去取 上厕里去问 你取证明 她找有证明人吗 她姐的还找证明人吗 连来衣服都是假的 我想问一下 在这个房子之前 你们姐妹的关系怎么样 我母亲去的 一直都是我照顾 相当照顾的可以 所以她现在做的 让我特别含敬 我真的没有什么可 知道吧 她还对我看她 不尊重事实的人 根本就不跟她谈 我觉得二姐 其实胸有成足 做足了这个准备工作 对 在某种意义上 我先不说事实的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办法 去辨别 但是从这种语气当中 我觉得她比你的准备工作 要做得充足 底气要足得很多 并且我觉得 二姐有一点 让我觉得挺可贵的 就她并没有封死了 姐妹情谊 虽然她说了很多 跟您之间的这种 过去对您的照顾 对您孩子的照顾 但至少这一点 她没有否认姐妹情 到现在什么样状态 她也没有明确地说出 特别不好听的话来 但是至少在这个房子上 她有一个坚定的态度 以及她有充足的把握 这是我听到的 刚才这个二姐所说的 所有的这些内容 与您今天所陈述的事实 是完全相反的 不单单是关于遗嘱的问题 甚至她把这个事情 追溯到了94年 买房的这个源头 她都认为 您所出具的 所有的这些证明也好 协议也好 都是可能说是涉嫌伪造的 都不是真的 所以我觉得她手里 除了这份 遗赠不养协议之外 她应该还有其他的证据 或者是认为 她所认知的那个事实 是可以得到法律支持的 她才敢说出这么笃定的话 她有两份证明 一份落款日期为 2017年8月6号 一份落款日期为 2017年10月5号 全是她的是吗 对 她有十份 我之所以要说一下 这两份证明 其实这两份证明 证明的内容 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对 是一致的 我比较关注这个日期 一份是2017年的8月6号 一份是2017年的10月5号 对 从2017年的3月份 到2017年的10月份 六个多月的时间 你们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出现了这么多份的 证明遗嘱 遗赠不养协议 我特别关注的是这一份 2017年10月5号 因为老太太是在2017年10月7号 对 离世的 在这么短暂的时间之内 我们签署了这么多份东西 到底为了什么 我为什么这么问你这个问题 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我所关注的这个问题 我想如果你们一旦诉诸于法律 法官也会关注 因为到这些所签署的文件 在那一刻 你的舅妈是不是真实意思地表示 将决定这所签署的所有的文件 是不是具有法律效果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可能您今天会发现 我所关注的这些问题 当然有一天 您诉诸于法律绕不开它 对啊 与其到那会儿被人突然问 你还不如今天我问您 好不好 那为什么短短的时间 内容都一样的 为什么要去看一个 这样证明啊 我跟您说 这个我们家人听的这个 我们家人是 我哥哥把我们给教练了 把我们给教练了 就说起这房子了 这时候我姐已经说了说 她说我二姐办了一个保养协议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了 对 到那以后 我让我哥和我姐签的证明 还有我们 为什么在您的家里的 他去世前 他说这个还不行 说家里人说签不行 说还得有村里人签 这么着我确实没时间 后来我10月5号和我大姐去的 找村里人几个人给签的 那天跟您舅妈发生过冲突吗 什么冲突也没有 这两份证明里面 没有你舅妈的签字是吗 这里头没有我舅妈签字 为什么没有舅妈签字 对啊 为什么没舅妈签字 我舅妈已经卖给我了 我就没想到那会会签字的 您还咨询那么多律师啊 有咨询的 我哪都没感觉 是这个解释啊 是我想告诉你的事啊 有一天假设 您要诉诸于法律 您所讲的这些事得符合逻辑 对啊 明白吗 像你刚才又提到主持人为您 问您说 那为什么当时这个又没有了 就不要舅妈签字了 你就说了 我不用担心了 舅妈这件卖给我了 既然之前舅妈卖给您了 后边还产生那遗嘱干什么呢 他们说因为买卖不成立 所以又办那遗嘱 所以说您才担心买卖 那还是这个时候 您为什么再不让您的舅妈 再给您落实一下呢 我再换句话来讲 来 听我讲 对 这我明白了 我们先记住这个日期啊 8月6号 遗嘱什么时候写的 9月18号 刚才我第一遍问您的时候 我说写遗嘱的时候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遗赠抚养协议 所以我问遗嘱 您说不知道 您说不知道 那个遗赠抚养协议的落款日期 是2017年3月17号 仅差12天的时间 我们真不知道他写的这个 所以这个日期写这份遗嘱 是在到底是知不知道 知道 知道 这是知道 写这份遗嘱 其实您的真实的目的 就是为了防这份遗赠抚养协议 是这样吗 实话说 是 再实话说 遗赠抚养协议当时的内容 是否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对 这个是几号刚知道的 以前不知道 那谁提供给你的啊 这是刚几号去啊 9月4号刚刚 谁给你的 9月4号别人给的 谁给的 就是不上法院起诉的吗 你已经起诉了 嗯 律师给的 案件是诉由是什么 诉求就是那个遗赠抚养 我告诉我 就妈和老伴没干完过解 霍律师桌上有一支笔 我说这笔是我的 我怎么说呢 这是我买的 我花钱买的这支笔 接下来呢 法官又问我 我说啊 这支笔 孔曼送给我的 然后 两个了 然后接下来呢 法官又问我 那我又说一个说法 那这不是 这是啊 孙小敏写了个东西 说通过谁赠给我的 请问你 这支笔 它是我的吗 您在法庭上 就刚才霍律师 讲的这一套 就是这样 我们要说证明 一个东西是我的 你给了三个理由 而这三个理由 是互相冲撞的 我都听明白了 而且我们会发现 其实你身上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但是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您刚才在回答 我问题的时候 以及回答我们 每一个人问题的时候 我不能说您说的 真还是假 但是小心翼翼 未想 我都是想你什么 就说什么 我们能理解 因为我们是律师 我们知道当事人 在经过了法庭的 洗礼以后的状态 您现在可能有一些问题 我坎诚地说 您现在洗礼以后 有这样的想法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有没有 我想一想他说 有 有吧 有吧 为什么有这有呢 就这种想法呢 我不知道怎么 您的行李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是 怕说错了 这个律师这么讲 我不知道怎么说 法官这么说的 那个律师这么说的 我到底该怎么说呢 听我的问题的话 其实是 该怎么说呢 最好的说法 如实说 但是我说句实在话 我特别能理解他 很多老百姓都是他这种状态 很多老百姓都是这种思维方式 真的不怪他 很多老百姓都是您这种思维方式 正因为前面 我们自己认知上有偏差 一伙买卖 一伙遗嘱 对方每出一招 您就拿一招去赌 赌着赌着 自己都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所以造成了后面这么多的后续的问题 但是它代表了很大一部分老百姓 我们没有足够的这种逻辑思维的时候 如何处理如此复杂的问题 真的还不如如实说 我之前认为您是故意瞒着我 然后不说挤牙膏 对 现在我通过或者是问出来了 法院这个诉讼的这个情况以后 我知道了您真不是 您是真不懂 真不懂 律师上您怎么做 您怎么做 对 幸好都撤诉 但这个撤诉这个经过 全部在法院是有记录的 这个记录对您不是很利 明白吗 虽然没有上诉 虽然还没有起诉 法院也没有判决 但这个过程 其实您把您自己都给整名 整糊涂了 因为他说我不会说话 而且我不会说 而且我跟你说 这个糊涂还不是一时半时了 我们会发现 我刚才看完了 您9月4号的庭审笔录 更加让我觉得 您今天在我没有 跟您进行逻辑分析之前 您跟我们讲的事实 跟那天开庭讲的事实 您今天的观点 和那天开庭的观点 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明 在我给您理这个 这个思路之前 您从9月4号开庭之前 到9月4号开庭那天 到今天 您那个逻辑思维 还在那个当中的 还没出来 还没出来 我们的初心是什么 94年 那会儿拿出9000块钱来 是接近1万块钱 那会儿我记得特别清楚 还有万元户这一说 我想说的是 不是说钱本身 而是您愿意拿出 接近1万块钱 给您的舅舅舅妈 在农村买一株宅基地 供他们来生活养老 我对您大大点赞 明白吗 就当时您的这份孝心 您的这份爱 能让我们回顾到 二十多年前 再去考虑这个事情的本真 您的初心 就是为他们买一株房 对 他们也非常感谢您 您的舅舅在96年 给您写了一份 对吧 证明 证明这个钱是您出的 而且他们的赡养费 他们的医药费 全是您出的 这个房子将来给您 对吧 那个时候没有任何问题 那时候钱非常值钱 我们的人心也非常地真诚 没错 二十多年之后 为什么在今天 当我们再去看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们的初心变了 我们一会儿说是自己买的 一会儿说这是遗产 您到底要做什么 好 两位律师还有补充的问题吗 有 请导波老师打到 一赠抚养协议 我看了一下 这个上边的见证人 就有四个人 见证人您都认得吗 不认得 一个都不认得 一个都不认得 知道他们的身份吗 比如是这个村子里的人 亲友 朋友 不知道 没有一个了解的是吗 没有一个 您有没有去村委会问过呀 因为这上面有村委会盖的章 是当时村委会盖的章吗 问过这个事吗 没有 为什么已经知道了 这么重要的一份文件 您没有去求证一下呢 我9月4号才知道 我知道9月4号知道以后 还没有来得及 对 没时间 因为接下来 您要去求证一下 因为这个很重要 有没有那个村委会的盖章 因为村委会在这里 就要提到一个证明的问题 对吧 你要证明这个事情 上面有您舅妈的签字 聚您的肉眼去看 是不是您舅妈签的 是 这个确定是 是吗 但是我想让导波老师 能不能把那个 98年那个买卖协议 再给我打出来一下 我为什么大家记住签字 我看那张书琴是那时候 我看了一下 那个签字的张字的写法 跟刚才的张字的写法 完全不同 对 您确定这是您舅妈签的吗 对 那个也是舅妈签的 对 也就是在1998年 到2017年的时候 她的自己变化很大了 对 这个倒可以理解 因为经过了将近20年的时间 人写字是会有变化的 所以说但是因为我从肉眼看出来 有区别 我需要向您承证 对 好吗 这个细节发现得非常好 这个有那个书里和队长签的字 当时我就妈签的字 好 这个肯定是 说明我们的律师工作很细致 对不对 这两个章明显地写的字体是不太一样的 书写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当然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写字的习惯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这个属于正常 您刚才说到 其实在这次的一赠纠纷撤诉之前 您还起诉过您的这个舅妈的后老伴 一个买卖协议纠纷 依据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98年的协议 那个案件的处理结果是撤诉了 为什么撤诉 买卖不成立 为什么 成立人不能买东村房子 谁跟您说的 就那个法官说的 您不是告诉我说 刚才说问了律师 是99年之前可以买吗 他说现在不行了 今天通过这些节目 我觉得对您来说非常有意义 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当然接下来 您怎么决定是在您 但是我们的律师 从他们的专业角度来说 要帮您 我们是有义务的 帮您分析得非常清楚 好不好 至少少走弯路 说身边 立英法理请理 下面进入我们的 律师提议环节 两个律师通过在观察室 合议以后回到现场 他们会给出当事人 什么样的提议方案呢 首先有请 霍明亮律师 来 有请 首先感谢大家 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律师进行了 很长时间的合议 谢谢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案件当中 有情 有法 有理 而且涉及的相关的法律关系 又比较多 而且相对复杂 所以说呢 我们慎重的 对相关的法律问题 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讨论 得出了相关的方案 因为我们要对您 以及对我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要负责任 因为我觉得您今天 所讨论的这个法律问题 无论是对您 以及对我们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都是有益的 好 所以说呢 我们下面呢 针对您今天 所提出的诉求 以及向我们所描述的 相关的事实 以及提供相关的 证据的材料 我们总结呢 今天要归纳 要解决三个 重要的争议教权问题 一 就是关于 农村宅基地的确权 以及买卖的问题 第二 那么在农村宅基地 进行继承的时候 那么法定继承的处理 以及遗嘱继承的处理当中 会涉及到的遗证 以及遗证抚养协议的 相关法律问题 第三 就会涉及到 您今天所面对的 这样的问题 到底我们应该 在求助于法律的时候 我们着眼眼 到底应该放在哪里 也就是我们说的 叫做诉讼路径 以及方法 到底应该如何考虑 好 下面有请 孙小敏律 其实您这个案件 之所以复杂 复杂的第一个原因就是 你们这个争议的房屋 它是属于农村宅基地上的建筑物 如果只是城市里的 普通商品房 我们有一个产权证书 可能就不会这么复杂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正是基于这是农村宅基地上的建筑物 对 所以它是受土地管理法 以及相应法律规范的约束 那么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 以外的人 你想购买这个房屋 如果非经法定程序 你是很难认定这个买卖协议的效力 以及所有权的确认 这也是为什么您到法院起诉 要求确认买卖房屋的这个协议的诉讼 最后您鉴于法官的市民您撤诉了 这个问题我们不再做详细的分析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没法来证明这个房屋的所有权是您 这是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 假设您今天在现场呈现的证据 就是那一系列的证明 以及什么权属的说明 都是属实的 也是您舅舅舅妈亲笔签字的 那么至少可以证明 在当时房屋购买的时候 您是以您舅舅的名义 买了这样的一个宅基地 以及宅基地上的这个房屋 那么您和您舅舅之间 如果是借名买房的这种情形 那么您的舅舅和舅妈 应该是将这9000块钱 来返还给您 这样说你能明白吗 我觉得我先要纠正一个 您当时刚才的错误观念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也要向我们认识机前的朋友们 那一铺法 首先我们国家确实在1999年 出台了法律法规 以及相关性的规范性文件 明令的禁止 我们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 债基地房屋 那么刚才有一些人 会错误的理解说 那是不是在1999年之前 就一定能购买的 并不是这样 那1999年之前 在购买债基地的时候 也有当时的相关的 法律法规的规定 也要符合相应的条件 才可以 而且也要经过审批的 所以说您不能错误地去解读 99年之前 就所有人都可以买 那有一个条件 当然如果严格划分区限 划分时间间隔的话 那要再看到一个叫 1982年前和1982年后 因为1982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出台了 关于叫村镇建房用地的关系条例 那那个时候前后也有区别 所以因为您这个时间 是在买房是在1998年 我们不再像前1982年之前 再去解读了 所以您才会在那个案件当中 可能法庭已经给您示名 所以您最终选择了撤诉 不是这样吗 好 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买卖和确权 无法实现的话 我们现在来看 进入到继承将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法律关系 以及您的诉求 是否能够得到满足 那么我们现在首先 要跟大家解读的一个法律规定 是根据我们国家继承法的规定 那么继承开始以后 没有遗嘱的按照法庭继承 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 有遗赠抚养协议的 按照遗赠抚养协议办理 也就是简明来说 如果有遗赠抚养协议 那么无论它签署的时间 在先还是在后 它效率等于就优先了 所以说我们先单独从 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的 这个角度来去看 虽然遗赠抚养协议 签署的时间早于遗嘱 但是因为这是遗赠抚养协议 所以要按照遗赠抚养协议办理 我们现在来再解读一下 关于遗嘱的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确定一下身份 我们今天来求助的当事人 说可能当时是有一个过计 过计给舅舅和舅妈 但是并没有办理任何的 守养手续 也没有办理当时的守养关系 那么从这种意义上来去讲 现在假设不是养女的情况下 您和您的姐姐 都不是您舅舅和舅妈的 法令继承人 您今天的这份遗嘱 刚才我问您了 上面的组文的内容 全是别人写的 只有那个签名是您的舅妈写的 所以这份遗嘱 被我们认证为的形式是代数遗嘱 而代数遗嘱明确的要求 必须要有两名以上的 在场见证人见证 其中一人代数 而且见证人必须签字 那么从现在来看 形式不符合 所以您所提交的那份遗嘱 就是一份无效的遗嘱 那么另外要提醒给大家的 一个非常要注意的问题是 假设您的这份遗嘱 有两名以上见证人 见证人也在场签字了 形式上都合法了 有一个问题 根据我们国家继承法的规定 如果是遗证的话 受遗证人必须要在 知道受遗证事项以后 两个月之内 你要表示接受遗证 否则就视为您放弃接受遗证 现在我们要跟你说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遗证抚养协议之所以 它的效率等级是最高的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使用它附了抚养义务的条件 所以在您现在要去关注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什么 法律规律 签署了遗证抚养协议 如果抚养义务人 没有按照遗证抚养协议当中 锁裂条件履行抚养义务的话 那么他接受遗证的权利 也就会丧失 所以在这份遗证抚养协议当中 最重要的点也就是 您的姐姐是否按照遗证抚养协议 锁裂抚养条件 据实全面地履行了抚养义务 这将是案件的重中之重 您听明白了吗 好 我们现在来抛开 遗证抚养协议当中 涉及到您这个案件的 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其实您在这个案件当中 除了遗证继承和遗证抚养协议 以及遗证以外 还涉及到了另外一个法律问题 也就是我们来说到您舅舅的趋势 那么其实我们 从现在的证据的反馈来看 如果您提供的这些证据 都是真实有效的 我们最起码可以来证明一件事 在您的舅舅和舅妈在世的期间 您确实对舅舅和舅妈 履行过抚养义务 从这一点当中来讲 应该给您点赞 好 那么这句话我不是白说的 因为很重要的问题是 刚才我给您确定的一个身份 您叫做继承人以外的人 是这样吧 好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 继承人以外的人 对被继承人履行了 主要赡养义务的话 您是可以适当分得遗产 继承法的规定呢 不仅仅是鼓励我们有侵权关系的人 可以继承遗产 同时它也弘扬了我们中华传统的美德 也就是鼓励大家都去尊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所以继承法的当中 继承法明确的规定 继承人以外的人 对被继承人履行了主要赡养义务的 是可以申请适当分得遗产 因为这是根据您履行 抚养义务多少来认定 因为您的舅舅和舅妈是没有孩子的 所以你们在履行这个抚养义务的 这个期间呢 可能你们的履行 需要下一个来继承证 好不好 因为我跟您提示这个问题 也关系到假设移送抚养协议 最终认定了有效 但是因为您的姐姐 没有履行抚养义务 而被宣告她丧属继承权的话 那么您舅妈的这部分遗产 也要拿出来继承 您和您的姐姐 又都不是法定继承人 那这个时候 你们也要涉及到 继承人以外的 被继承人履行的主要抚养义务的 可以适当分得遗产的这项规定 当然前提是 您有没有可能 让您的姐姐去丧失 这份移送抚养协议当中 她的移送的权利 是取决于您的姐姐 到底又没有按照 移送抚养协议的条件 履行抚养义务 我这样解释您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 这才是您正确的方向 我再给您说一下 补充一下第二个问题 就是您如何来证明 您的姐姐没有履行权养义务 我们知道 我想证明一个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是没法证明的 您只能证明发生过什么 您就证明 在2017年3月17号以后 您对您的舅妈做过什么 以此来冲抵他人履行的权养义务 去寻找证据 去支撑一下 其实我进的义务其实也很多 这个也很重要 一是证明别人没有 二是证明我有 我不知道你们未来还有没有诉讼之路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们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人 这是你的亲姐姐 是 我也是这样 所以听我讲 如果你们一家人坐下来 把这个问题好好地谈一谈 和平地解决了 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包括我们栏目组也希望 如果您的姐姐能够来到我们栏目组 来一块去调解 我们也非常的愿意 其实今天这个个案让我觉得也挺受触动的 其实原本是非常好的一个家庭 就是从小可能在舅舅舅妈身边长大 但是也没有跟他们之间形成真正的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这种关系 但我想如果是从小在舅舅舅妈身边长大 这种感情其实是超过父母的 对对对 所以您跟您的姐姐从小就在舅舅舅妈家长大 那我想这种感情其实已经像父母和子女之间是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忽略了我们当初的初衷 当您帮着舅舅舅妈出钱买房子 那我不知道您当时的初衷 是不是想着这个房子以后就坚定的是我的 可能当时就是为了他们住 那到今天可能时过境迁 好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 我更希望的是一家人坐下来谈 远比要去法庭上打官司要更强 这是我今天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个感受就是 当我们可能为了要达成自己的一个目标 我们会有自己心里的一种设计 我们会期待各种场景出来 所以我们就会给自己所有的理由进行修饰 就像今天这位女士一上场 给我们讲述了很多 我们都在质疑您跟我们撒谎了 您没有说出真实的 但其实通过我们两位律师的抽丝剥茧 我们会发现其实当时人处于的是一种 比较糊涂的状态 我在想不管我们为了什么样的目标 其实遵循自己的本心 说真话 这是最好的 防止自己走弯路 而今天您其实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用一个网络上的多数 多数会表达的 就是您想多了 其实您遵循当初最初的 可能不管是法律 法官也好 还是律师也好 不会有这么多修饰 反而会让你不要走弯路 其实我还有第三个感受 今天 就是我在想 律师的专业性 我其实是一个心理工作者 好的心理咨询师 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跟一些可能我们认为他的专业能力 不够强的咨询师 带给来访者的伤害 可能谈不上帮助 有的真的是伤害 那我在想一个专业的律师 可能给我们的当事人带来的帮助 和可能不那么专业的律师 带给一个当事人的伤害 我们在场上听过太多当事人在讲 哎呀我请了律师 我的律师跟我说了什么 我特别想跟电视机前的这些观众们 如果我们有法律问题去咨询律师 切记我们要咨询多个律师 听听不同的说法 然后我们自己回家再去做判断 千万不要盲信一个律师 今天这位女士走了很多弯路 其实也 其实受到了律师的很多误导 所以我在想 律师也许学时尚的程度不一样 她的个人的这个修养程度不一样 专业能力不一样 带给我们当事人可能会有走弯路的 这样的情形 那今天呢 通过律师专业解读之后 您回去再综合起来 好好地考虑一下 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好不好 至少解决去调解一次 还是说选择新的诉讼方案 一定要自己思考清楚 好不好 老百姓在生活当中 我们特别能理解这种暗字的较量 获得更大的利益 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了 我们其实是血浓于水的 受足亲情 这句话我也想送给电视机前的 这位二姐 一定不要去打破这样的一个血脉关系 要知道你们是一奶同胞的姐妹 非常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收看这期节目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